7月15日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授予德国总理默克尔荣誉学位 以表彰他有原则和勇敢的全球领导力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罗恩·丹尼尔斯授予默克尔荣誉博士学位 毕业典礼之后默克尔发表讲话 并且回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生提出的问题 默克尔承认他经常研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病毒数据 并且警告国际社会疫情尚未结束 默克尔在仪式上表示 这场大流行及其对我们所有人的要求 每天都会令人疲惫不堪 我们都希望恢复正常 他继续说 我们不能放松 特别是现在 要认真对待关于这一流行并发展的每日数字 数据和事实 默克尔对美国的访问 因为德国发生的自然灾害而蒙上阴影 15日 德国部分地区被洪水淹没 造成至少42人死亡 数十人失踪 西欧创纪录的降雨导致河流暴涨 席卷城镇和村庄 汽车被掀翻 房屋被毁 人们被困在屋顶上 默克尔自2005年以来一直担任德国总理 今年晚些时候将结束他的第四个 也是最后一个任期 他是德国自1871年成为 现代民族国家以来的首位女性领导人 也是领导这个统一国家的首位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 作为总理 默克尔因为在2008年经济大衰退之后 为促进德国经济复苏所做的努力而受到赞誉 他也被广泛认为是将欧盟维系在一起的年合计 默克尔是欧盟任期最长的国家领导人 也是七国集团的高级领导人 在步入政坛之前 默克尔曾经在莱西比大学攻读物理学专业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 默克尔在1973年入学 最终在1986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当时的他应该无法想象 多年之后自己会拿荣誉博士学位拿到手软